我在开头的时候也说了 促使我做这期视频最直接的原因 是我在豆瓣上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 那现在我就想要读一读这些有意思的评论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我们可以讨论嘛,对不对 首先呢,是正义性最大的性场面的描写 这个朋友他说 作为一本黄书,废话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特别搞笑 人的生殖器长在暗处 才有这么多偷偷摸摸的龌龊的事 不若如植物一样 将生殖器花长在名处 顶在头上堂堂正正的针芳豆艳 我给你点个赞好不好 这个人,搞什么呀 所有的性爱描写毫无美感 甚至不能说是低俗 我只是觉得一阵又一阵的恶心 浪费时间千万别看一心 我有一个理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同意 就是说在文学中的性描写呢 很多时候他揭示的是这个人 他更加精神的或者就是内核方面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这个书里面你会发现他并不是每一场欢爱 都是那么的就是双方全情投入 特别的嗨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庄之蝶是一个精神上矮化了的 人格上有一点萎缩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他在这些欢爱中 你会发现他很经常性的需要从女人身上去获取自信 去知道自己还行 他是一个不怎么行的人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其次呢有一个很大的批评是费都这本书里面关于女性的描绘 因为的确啊 虽然有这么多的女性角色 但是为什么所有的人看到庄之蝶都想要跟他发生点什么 都觉得这个男人特别特别的好 我觉得也难怪很多短评里面都说这是作家的意淫啊 或者说那些女性被误化啊 然后因为我最近正好在补张爱玲的小说 我就觉得我们的男性作家 可不可以更加多的去揣摩和理解一下女性角色 给他们赋予一点深度 给他们一个故事 给他们一个自己的思维的脉络 即使这些人可能到最后你的故事情节设定 他还是要跟庄之蝶这个人发生关系 但是你可不可以让这个故事更加的合理一点 关于这方面呢 我也摘两条评论吧 我不喜欢低谷女人智商的歪歪书 信描写直接露骨毫无美感到怀疑是不是看的地摊文学盗版书 怎么看怎么像是文艺圈版精品美 而且充满着男性杀文主义的自我膨胀 只要是个女的就喜欢男主 想跟男主啪啪啪 乡村中年秃头男作家 对自己的差能力和才情的玛丽苏自为幻想 女性沦为物化对象 这条短评我还是挺喜欢的 跟大家读一下 这本来就是一本表现颓败 表现恶臭的书 正如书名所述 最好眼鼻不知 我很喜欢他眼鼻独知这个评论 因为确实没有人真的可以逼你去看你不爱看的东西 或者思考你拒绝思考的话题 废都可能就是一本会让你感觉不快的书 但是就像我也说了 我觉得这本书它是有价值的 可能眼鼻独知就是你打开这本书 从中学习的一个比较好的姿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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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开支持lexiFi